纽约大学朗格尼移植研究所所长罗伯特·蒙哥马利博士表示 朱肾不只可以承担人体肾脏所需的各种任务 且移植到自愿捐赠的脑死人体之后 还能持续32天保持运行 且为了防止人体排斥朱肾 科学家还移植了朱胸腺协助免疫系统识别 而下一步研究目标是要确定朱肾是否真的能用在肾脏病末期的患者身上 这项突破性的基改朱肾移植 不只奠定了重要里程碑 且能改善器官移植等待名单上的人数 在挽救生命的同时 也带来了更多不同种类基改器官的移植希望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